核动力航母又有线了,这密罗紧鼓的催动态给力,国产核动力航母又有线了。 机造船工业天字第一号的中国江南造船厂三号线,出现003航母分段,和江南造船厂派出接受大员前往北方基地某些航地洞的基地接受核动力发动机总成病人收拾车,取得巨大成果的消息引人关注外。 中国海巡建造核动力大兴补给船的消息更是劲爆,都说成这样了,还有人在坚持中国造不了核动力航母,就真是脑子进水了。 一则近日的大新闻,再次将人们的目光投射在核动力航母的建造上,真是全中国人民喜上加喜可喜可贺的大事件,准确的说是核动力航母的心脏和反应对又有线了。 根据公开报道,中国新一代ACP100F大型海上核动力浮动平台示范项目,正式宣布责交东开工建造。 这个海上核动力平台包括两个大型海上浮动核电站系统,每搜平台采用双堆布置,单堆是2.5万千瓦,这个消息太震奋人心了。 单堆是2.5万千瓦双堆,就是25万千瓦。 美国的福特级超级航母双堆,也不过是这个水平。 福特级的反应堆为AEBB代表贝蒂斯,福特级配备两只AEB反应堆,功率将尼米兹级增加25%以上。 前三艘福特级仍将一蒸汽温轮,直接驱动四周螺旋桨推进,推进功率将达到104毫瓦,约280000马力,略高于尼米兹级。 如果中国新一代ACP100F大型海上核动力浮动平潭示范项目双堆是25万千瓦,折合马力就是34.7万马力,超过福特级仅6万马力。 这是了不得的成就,中国大力发展航母这已经不是大新闻,002航母都出海续航了,没有人在怀疑这一点。 但是有关中国建造航母,最值得关注还是核动力航母,核动力航母才是中国海军最终的目标件。 早在2015年,中国造船业天字第一号的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已经悄悄地将核动力航母核反应堆式,焰顿派到了天寒地窟,在北国某城市荒地上的湖东力试验基地开始热车。 所谓热车,就是启动反应堆,试验核反应堆是不会经历停车的,启动后就会绿绿叶绿的进行反应。 迄今又是近三年的时间,这台核反应堆应该是已经进行的量产型,否则不会交给航母的建造方江南造船厂进行接收。 这意味着航母核动力总成八国家定型验收早已经在2015年前结束,然后交给江南厂再次验收定试车。 江南厂是作为客户的甲方接收使用的,说明交付的是定型产品不再是试验品。 ACP100SG用型很可能就是003号航空母舰的核动力反应堆。 1. 自几年前,船舶重工集团发布的科技部,互动力船舶关键技术及安全研究,863项目和小型核反应堆发电技术及其事半应用。 2013年3月ACP100S正式,理项。 2. 建用核动力发展轨迹一般,是首先要小型化,这样才能装简。 核反应堆有机重类型但是一体化四循环清水堆,最适合核动力航母的核动力。 A代表先进水平,C代表中国,P代表压水堆。 CP10000,二代改进行百万千瓦集合电CP1000技术。 ACP10000,国产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站。 ACP100小型,大部分一体化清水堆设计。 ACP100S一体化四循环清水堆设计结构,与核动力航母结构相同,保证和建载化。 3ACP100S优点,经济清水堆,强大的飞能动安全系统,功率强大单堆是2.5万千瓦,与美国福特号AEB型反应堆的功率不相上下。 4ACP100S在2018年4月路上模拟堆,完成时也完全改得上003的进度。 其强大的电能供应,满足了未来我帮航空母舰愈意增长的用电需求,并为未来电磁武器和电磁盘射的有效应用,提供了可靠保证003,必将采用电磁盘射。 6,这点非常重要就是ACP100S的通用性质,保证了民专军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ACP100S结构紧凑,重量集中,重心低,抗倾斜,摇摆能力和抗冲能力强,反应堆相关的主设备,均开展过抗冲击试验。 设计时,充分考虑海上台风、海滨、雪带荷等对核动力专制的影响。 反过来,反应堆也满足国标对放射性排放的要求。 7,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北极号核动力破冰船就采用了中国ACP100核反应堆的技术。 据悉,该破冰船的新型核动力系统,为俄罗斯的Britm-200型核反应堆,而该反应堆由中俄联合研发,其堆先与整体设计等核心技术,就来自中国的ACP100。 此外,卧方还在研俱与ACP100相对应的ACP150小型核反应堆。 实际上,ACP100,国产第三大压水堆核电站,的小型化就是ACP100S。 翻译过来就是A代表先进水平,C代表中国,P代表压水堆,先进的国产百万千瓦压水堆,的核电站,的小型化,就是十万千瓦的舰用核反应堆。 有个说法,就是中国必须首先要搞核动力破冰船,然后等经验积累很多年后才能将核动力破冰船上的核反应堆,一直到中国的核动力航母上。 现在好了,俄罗斯北极号的核动力,就是中国的核心技术。 这个说法不公自灭,重央美外害人啊,即便是美国,也是路上堆事业后,直接装到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上的, 哪里有必须先装到破冰船上后再过几年才敢装到核动力航母上的道理? 这套外里都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 在他们眼里,美国不子再大也扯不着弹,中国不子一大就扯着弹了。 这是典型的杨卢思维,准确的说,核动力航母不好造不是核动力不好造,而是航母本身就是一个巨系统,各个本系统极为庞杂。 但单是组装在一起就不好造,航母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有七个分系统,每一项分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 所以航母的是公共机场,一般都是五个七年。 核动力航母由七大分系统组成,简单说就是动力核动力,电磁塔设器,电磁阻拦着舰系统,防御武器系统,生产机系统,电载机系统,信息系统航海,雷达,通讯等电子信息技术。 当然,既然说的是核动力航母,核动力就是最重要的标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了核动力,就能造核动力航母了。 核动力也分先进行和落后行,落后的弧动力不到十年就要换燃料,一换就是两年。 这两年即便世界大战,爆发,了它呆在船雾里也出不来。 先进的核动力必须一次加核燃料,利保四十到五十年之间不换核燃料,实际上可以达到航母的承受命期不再换燃料。 这差别就大了,国产ACP-100S反应对,可以做到这一点,完全符合军用核动力的标准。 从已经公开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所,建称重船重工第七一九所,在京推出了一海洋核动力平台,示范工程,为母体的核动力综合保障船等特种船舶,到本次公开曝光,已经应用到世界最大的俄罗斯北京号,破冰船核反应堆核心技术来自中国,DACP-100S反应堆。 再到江南场验收件,用核反应堆路堆成功,中国核动力航母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自展现在我们面前,隆隆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